二大爷 你起啥呢 啊 一切都过去了 我把这三年来的经历的名词和事件 我都给他记录下来 等后人问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好好我给他们讲讲 因为我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你都有啥名词啊 什么是大白 什么是方昌 什么是居家隔离 集中隔离 密接 次密接 二类密接 同城密接 同楼密接 无症状感染者 单踩 魂踩 绿码 黄码 红码 健康码 核酸码 行程码 长锁码 动态清零 社会面清零 社会面动态清零 静默管理 痊愈静默管理 风控管理 动态管理 网格化管理 闭黄管理 提及管理 静默7加7 精准防控 动态评估 联防联控 常态化疫情管理 统筹疫情管理 还有什么 阿尔法 贝塔 德尔塔 奥密克戎 就连之前名不经传的莲花清温 现在也是家与户晓啊 过去 你家里如果提前准备很多药 人家就会说 你有病吧 你准备在晚上干啥呀 现在呢 你家里要是不准备药品 人家就会说你 你有病吧 你咋还不去买药今天 对不 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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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